第一步 上標籤 標籤必須要卡在這個光電中間 光電槽中間 標籤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调到500 然后按贴标 用手指指着光电出几个标签 试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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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调标签的高度 标签的位置的高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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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会一样后 50越小就会往后面 数量越大就是往前面 越大的越往后面 越大越往后面 对 越小越往前面 然后你再调一个大一点的示范一下 出标的那个摊出大一点 零啊 零就是 对 我后面来还能往前面去 往那边 前面去 往一个相反的方先试一下 这个是零是吧 对 这样它都往前面去 当零的时候 是往这边是吧 对 嗯 前面 50的时候是往前面 它这个是感应到的 才会出标签 然后是光电 光电的位置 这个是物体感应的吧 感应物体的吧 这个是感应标签的 对吗 这个光电是感应 这个光标的 这个的 它是检测标签的 检测标签的 一般第一个光电 不是检测物体的 第二个光电是检测标签的 好 那就是 这个光电 这个 左边的这个光电 是检测物体的是吧 检测物体的 第二个光电 这个光电是检测标签的 控制标签 主要主要就是调 呃 出标长度 对 就是这个 这个出标 出标签板的 嗯 标签 标签玻璃板的 那个五毫米的那个 长度是吧 对 然后出标延时 就是控制 控制产品 这个方向到这个方向的 那个位置 对 然后出标速度 出标速度一般 就是就是标签的 那个 出来的速度 对 基本上就调这三个参数是吧 对 这三个参数 对 这三个参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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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三个参数